第二讲 这一讲讲一讲 对待一经的态度和事业的成败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 一经它是经营文化 它不是大众文化 所以说多数人读不懂 这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每个人都读得懂 它就不能成为大智慧 对于一经有大智慧的人 自然就会明白 没有大智慧的人 自然就没有兴趣 对待一经的态度不同 它的事业成就就有所不同 那么有些人就可能会说 我也挺成功的 可是我并没有学习过一经 果真是这样吗 国府觉得 如果一个中国人 真正成为一个成功者 他至少呢 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 非常努力 第二 德行很好 第三 为人 谨慎 谦虚 这三个特征 对于一个成功人士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 缺一 都不可能成功 像李嘉诚 王永庆 任正非 他们都是这类人 那么 这三个特征 由暗暗地合了 一经精神 一经精神中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内涵 也就是成功者 必不可少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一经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 天行见 军职 以至强 不息 第四坤 军职 以厚德 载物 还有 千寿意 抗龙 有悔 从 一经中 我们领悟到 中国古人的大智慧 是于世长存的大智慧 他给我们后代子孙 留下了三观的方法 三财的理念 三道的原则 哪三观呢 三观就是 观天 观地 观人 孔子在戏迟传中记述道 古者包西四之王天下也 养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于地之意 禁取主身 元取主 于是始作八卦 这就是养观于天 俯瞰于地 中取于人 观天 解决的是时间 时机 潮流的问题 观地 解决的是空间 环境 制衡的问题 观人 解决的是人性 人伦 人文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时空的观念 是系统思想的基础 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前提 什么是三财呢 三财就是天 三财就是地 三财就是人 在《易经西式传》中写道 事故 亦有太极 事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这就是中华民主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大气度 大胸襟 大歌局 大演绎 众所周知 西方神学 把世界的产生 归功于上帝 因而 他们特别的崇拜神 中国哲学 则把世界的产生 归功于道 什么是道呢 道就是规律 道就是法则 道就是推动变化的根本力量 道是看不见 摸不着 用语言 没法描述的 所以说古人也认为 道就是虚 道就是无 道就是义 我们中国人最聪明 一个词 无中生有 这是天地间的 最根本的大道 最根本的法则 什么都是从无到有 是无中生有 这个宇宙 从无到有 这个社会 从无到有 那么在这个 从无到有的 那个一刹那 一瞬间 宇宙产生的一瞬间 人类产生的一瞬间 一刹那 这就是太极 太极就是一 太极就是环宇 太极就是整体 用今天的科学的观点来看 我们的宇宙 有可能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就是源于一次大爆炸 突然间 这个大爆炸 有了宇宙 这个整体一 有了一 就有了构成这个世界的 阴阳两种力量 有白就有黑 有胖就有瘦 有长就有短 什么事情都是 有两种不同的力量 相互统一来构成 这就是 一生二 那么 二 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 是有阴阳两种力量 一阴一阳 为之道 从一些角度讲 有天 就有地 那么 一生二 我们已经清楚了 什么是二生三呢 就是 在天地之后 有了人 没有天 就没有地 没有地 就没有万物 没有万物 就没有人 那么 一块石头 它可能存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上一年 我们人类只有区区的几百万年 那为什么说是三生万物呢 为什么会把人放在前面呢 因为人 是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没有人 一切都没有意义 一切都没有价值 太阳 是谁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的 月亮 是谁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的 海水 空气 森林 大山 是谁赋予它意义和价值的 赋予它意义和价值的是人 所以这叫三生万物 天地人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 这个思想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学习一经 我们学习八卦的时候 它是每个卦呢 是有三个谣 我们学习 六十四卦的时候呢 每个卦呢 是有六个谣 六个谣呢 它是三三两种 是内卦和外卦 这三个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地人 三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是太极 一生二 我们一阴 一阳 二生三呢 天地人 三财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非常重要的 大智慧 那么我们讲了三观 讲了三财 现在我们再说说神道 神道就是天道 地道和人道 在《易经西时传》中 是这么写的 一之为苏也 广大西背 有天道焉 有淫道焉 有地道焉 古人认为 天之道 为焉于阳 地之道 为 油与刚 人之道 为 淫于义 人道 必须要 效法 天道 西方人 创造了一个神 中国人 崇尚了一个天 因此 我们中国才会有 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谓 天人合一 以国府的看法 就是 身心的合一 自身的合一 环境的合一 时代的合一 与天理的合一 这是中国所特有 所独有的一种伟大的思想 圣经对人类早期活动的记载 从造地 造天 造地 造人开始 然后有了一定缘 有了人 违背上帝 被驱逐 有了人类的繁衍和活动 有了洪荒时代的诺亚方舟 有了上帝 拣选 亚伯来汗 有了犹太人流落 埃及 以及出埃及 圣经的旧约 包括了 犹太人的历史记载 律法 智慧 和预言 等相关内容 这个记载 虽然有逻辑关系 但是 它和 易经 有所不同 圣经 成熟的跨度 大约是 1500年 前后有 40多位 作者参与 书籍呢 一共有90多万只 那么 我们 易经呢 是 历经三圣 跨度呢 大约有 五六千年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 学习这个 易经 就会呢 对我们的 中华文化 和西方文化 就会有对比 我们就从内心采生一种 我们中华文化 非常非常的 富有智慧 非常非常的 深刻 非常非常的 博大精神 我们来看 我们的 易经的逻辑 那么 易经的逻辑呢 从我个人感觉啊 我们中国人 设计易经的逻辑 比圣经的逻辑 要 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 无懈可及 我们 易经的逻辑 是什么逻辑呢 我们易经的逻辑 第一个卦 是前卦 前卦 代表的是天 第二卦呢 我们是 坤卦 坤卦 代表的是地 我们第三卦呢 是屯 屯卦呢 是万物的开始 有天有地 就万物 那么 第四卦呢 是蒙 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人类开始 受启蒙 人类开始 在这个 世界里头 慢慢的 开化 慢慢的 走向文明 你看 我们中国人 这个逻辑 应该说是 无懈可及的 有天有地 有万物 有人的开蒙 有人的开化 有人的文明 所以我们从 研究 中国文化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对易经 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 全局性的 完整的了解 你就知道 我们古人太伟大了 我们中华文明太伟大了 那么 在易经的 七十传中 有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 是这么说的 吉凶者 真胜者也 天地之道 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 真明者也 天下之动 真夫一者也 唐太宗的年号 主政以后 李自民 他的年号呢 是真观 并且呢 把真观 二十三年的 治国之事 变成了中华民族的 一个顶峰 真观之志 也开创了 华夏历史上 最浓墨 重彩的 光辉的一个时代 古人 古人 因为 真 真者 吉祥 永不 观者 观望的观 神 真者 吉祥 永不 观者 世审 旺察 作为一个领袖 人物 作为一个领导人 欲大行 开明 政治之道 必须要 参悟天地 府邻 世海 惠者百姓 以真观为年号 可见 唐太宗 李世民的 两股用心 在 贞观初年 唐太宗 李世民 委托他的重臣 重要的幕僚 魏征 于世南 楚亮等人 让他们 选取编撰一部 供国家 这里参考的书 这本书 就是赫赫有名的 群书之药 有个朋友 送给我一套 这本书 就是唐太宗 厌武修文 治国安邦 创建 真观之志 提供警示的 一个 匡正 巨著 他把 《易经》 放到了第一卷 逐渐 唐太宗 对《易经》的 重视程度 古人就说 不学义 不可谓 将相 不学习 不传承 《易经》 真的会 愧对 祖先 愧对 我们的 后代之神 这本书 也讨厌武修文